注意到了黄宗汉和林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左手持拍 在羽毛球比赛中和乒乓球一样 左手是少数 大概在一个队里可能是七分之一 左右 那么这样的话 右手和左手碰面的机会 就相对的比较少 也就是碰 如果是七个人的话 碰六次右手只能碰到一次左手 因此呢 这个左手动员 在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在心态中是占一点优势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中国国际裁判 得赛定义士 立法 大家看到这是印能源的这个成绩 这次比赛的过程中 中国羽毛球的双方面面的这些爱好者 包括中国羽毛球的一些厂家 都派出代表球的来了 像本次比赛的像赞助商 这个胜利 像这个福建的凯胜 像上海的红双喜 广州的双鱼 都特别派代表来到现场 也借此国际赛事中 来展示中国羽毛球的器材 另外这次整个的卖票工作 做的还是不错的 在体育场内外 在很多的大商店里 都可以看到售票处 和一些比赛的广告宣传 但是在这个半球赛之前 由于是星期五以前 所以看的人不多 从星期五下午开始 这个体育馆就非常热闹 今天已经基本上坐满了 在开赛前 已经没有更好的球票 只有八十块钱一张的球票 现在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 201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这也是五个单项决赛 这也是五个单项决赛 这唯一的中国选手 好爱不容易 现在中国选手林丹卡球 往前球 踢掉往前 调高球到底线 回往前 再调到底线 头顶下 踢掉斜线 大家看到这个劈掉 就是从前边的动作 和扣杀的动作是一样的 只是说在出手的瞬间的时候 它有一个球拍 撤切球 切削球的动作 所以这个球是非常快的 它虽然是调球 但是下落的速度非常快 费了很大的力气 得了一分 又 轻松的又 就失去了一个八出拳 零比 漂亮 刚才这个球是非常巧妙 是一个假动作 这个球得益于第一个换网 第一个球戳得好 非常贴网 所以造成林丹在回球的时候 这个球的高度就没有角度了 这样黄冬汉就上来铺球 现在零比 那这个球黄冬汉抓得正着 这个发球抢攻 黄冬汉有多少个发球鞋 那这个球是杀直线到了阶内 那以球的方法 推进了对方一起 在这次比赛中呢 中国选手陈平 是输给了大卖的选手皮特盖德 中国选手抱春来 也是输给了淡卖选手皮特盖德 结果呢 皮特盖德呢 是输给了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冬汉 二 三 三 二 一 三 三 一 三 一 三 那林丹这个方向是一同球 刚才林丹那球打的呢 我们关于术语叫同时球 就是这个球来了以后 还是打回那个地方 拿2比2 出掉 结果黄泽汉是杀斜线球出界了 但是这个球的意识非常好 3比2 刚才的黄泽汉提出来要换球 但是林丹认为没有必要 所以他过去又细看了一下 认为也是对的 所以就不换了 黄泽汉表示没有准备好 现在场上比赛是3比2 林丹发球 对球黄泽汉是做了一个假动就 好像是猛要往后推 然后突然一放 最后呢 没有缓了对手 就把副皮给缓了一下 失误了 把底线压头顶 这头顶一个点发 大家可以看到这手腕非常零 这手腕的动作非常轻非常快 第二场上比数是2比4 那黄泽汉落后2分 这是第一局的比赛 盛者将获得2003年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南丹的冠军 也是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 也是一个假动作 然后准备清挡往前 结果没有过 现在黄泽汉获得发出钱3比4 4比3 好多话表示呢 这个球没有准备好 但是呢 已经发球了 留在地理事的意思 好像是在说 你不能说 自己说没准备好 那不行 应该你听排叛的 你把它上去做好准备了吗 现在5比3 可以看到黄泽汉的 他这个手法是非常细腻 技术也比较全面 3比5 对球比3 对球非常雕端 现在场上比分是3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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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观众汉罗好二分 2分 4分 5分 六比三 六比三 这球打得非常突然 离三是一个月月月月 大家看就是这个球 黄宗瀚主要是在身体没有到位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他是跳起 单脚起跳之后 有一个横向的空空移位 然后利用拳臂和手腕 迅速的下压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2013年中国羽毛球公圈赛 男子单打的决赛 这也是国际联最高规格的比赛 是六星级大奖赛 整个的奖金额度是25万美元 现在三比六 现在黄宗瀚就要捞回一分 四比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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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儿没凉 这个是假定的 漂亮 在压头顶 提到正手 在压头顶 挑高球 在这种多拍调动中 只要有一拍球 质量不高 就可能会被对方抓住 刚才那个球林丹在挑的时候 不够后场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6 林丹那个换力去球拍 对观众 在刚刚结束的 2013年中国女猫 是关于单打的决赛中 周密是战胜了 周密纳获得了冠军 周密纳是在第二局比赛 落后的情况下 腿部再次拉伤 最后弃拳 这样呢 周密就获得了女子单打的冠军 现在正在进行男子单打的冠军 在昨天晚上 混合双打的冠军 已经产生 这是中国选手高龄 叫张军 6比4 5比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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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汉的承受者非常好 可能林丹也是考虑 可以注意到林丹呢 他基本采取是后发制人 在林丹发起6比4 压头顶 这个动作的一致性要反靠 那么另外的对方是很难移动 因为通常的比赛中呢 运动员要靠预判来尽可能的提前做准备 但如果他的动作一致性好 就在他出手一瞬间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在出手之前 你不知道他是扣还是掉 这个球也是一致性非常好 所以这样林丹就动不了 这个球也是个假动作 突然一个变相 6比5 林丹的现在改变了打法 刚才采取的是这种平快球 现在马拉雅学生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2003年中国一毛球公开赛南丹的冠军 现在5比7 黄龙汉发球 直接抢锅 现在7比5 这种球由于它虽然是半场但是直上直下 而且又控制上面的灯 运动员有时候往上看的时候一个容易晃眼 另外球落下来的时候直落直下 这样在中砂的时候稍微时间不对就容易落网 现在5比7 这车虽然是出界了 但是林丹的策略还是非常对的 这就是一个假动作 6比7 黄龙汉的经验还是比较多 现在他们注意这个通过节奏的变化造成林丹 仓皇之功 气球 所以失误率比较高 我们现在永续的失误了几分 现在8比7 咱们汉发球 现在尝尝底分7比8 重复球 漂亮 任何战术的核心都是要突出对方的力量 再见 谢谢 这样 这个选手林丹 又把底分向前推进了一步 手里大 林丹拿头 打底线 机会 刚才那个球就是林丹呢 大家注意 这个跳起来杀球 杀得固然好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前面一个球 由于推的很底线 造成对方回球 不到底线 就是在半场 这样的为林丹 这个负负得分 放过了条例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8 这是双方第一季的主赛 现在中选手林丹发球 吃掉 放网 跳高球到底线 大家看到这种变化 突然来一个评球 这样的造成对方的不适 这样马来西亚选手黄冬汉又得到了发球权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10 黄冬汉和林丹呢 都是左手持拍 所以在战术和机球的线路上 他也都有一些特殊之处 所以运动员来讲 既要有这个大刀阔斧 跳起批刹 扣刹的能力 要有这种往前那种 细腻 这种灵活应变的这种技术 现在9比10 林丹的先发球的假动作 又一次得到了这些证实 造成对方感觉非常突然 在仓序之中去球 现在10比9 大翻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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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在广州市天河体中心体育馆 现场直播的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这也是中央电视台本年度 在羽毛球上一个重点报道的项目 这次中央电视台特别从北京 将转播车开到了广州 在这里全程转播 国际雨连六星期最后一站的大奖赛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现在场上比赛是9比10 黄龙汉发球 这些都漂亮 头顶杀球剑 结果出界了 现在场上比赛10比9 这是第一局的后盘段 那林丹认为这个球呢不符合要求 还让黄龙汉看了一下 黄龙汉没有意见 这样裁判也同意就可以换球 现在10比9 林丹发球 这个球呢已经在这个位置得了两分 主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这个球啊 出手的时候啊 有一个假动作 好像是要打这个别的线路 突然一下 一收球很快 所以来不及 球比赛 加动物 压头顶 第二林丹又拿回了发送前10比9 他在往前斗 从刚才这个格式针情况来看呢 林丹可能不利 不能再往前过多 因为几次在往前争斗这个小球的时候都是 大部分呢都是这个黄龙汉折市 现在厂厂比分9比10 头顶杀直线 那黄龙汉的这个取票 取票扣杀 感觉到确实 这个魂狮全身用力比较协调 而且球的出速非常快 突然性强 10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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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扩杀得力 第二毫升饭就以12比10算式领先 这球差了一点 又是在往前输 没有过往 现在场场比分是11比13 共同选手林丹落后两分 现在林丹发球 这是第一局 大学线 回放小高球 林丹机会 这个球也是由于往前控制的比较好 造成了黄宗汉小高球的时候不能到货场 大家看这是半场球 下林丹要祝福了一分 12比13 漂亮 关键说战术非常清楚 这是一个发球抢光 现在13比13 现在可以林丹发球 所以林丹的事有优势 这个黄宗汉推球角度球的过大 出界了 这样林丹14比13 领线 这个林丹在接杀的时候 球出界 这个球的点杀得不错 是杀在了林丹的这个中路 王林丹 啊 这样黄宗汉现在落合一分 现在黄宗汉打球 往前 还是控着往前 又逗小球 挑高球 黄宗汉批掉 再挑高球到底线 黄宗汉杀切线 林丹把球进去了 啊 这个球接的非常漂亮 应该是这个球呢 是 啊 黄宗汉在有优势 但是黄宗汉呢 这个 有一个闪失 对球难度并不大 啊 反而输掉了 这样的话 林丹呢 就以四四比四三的领先 现在到了十点 林丹发球 追掉 踏鞋线 踏到底线 要把同路球回去 上网 头顶拉平高球 情况就压头顶 刹直线 再刹 啊 结果这个球是 虾丢了 很可惜 招手之间的较量 就是这样 本身实力 非常接近 马来西亚 选手黄宗汉呢 也是九斤沙场 中国小匠 林丹呢 应该说这几年呢 也取得了很多 大赛的好成绩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首见的是在1986年 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呢 中国选手 取得好成绩的往往比较多 可能是赎场之力 但是在1986年的时候 冠军却被 印度尼西亚的选手 苏基亚球获得 那么1987年呢 中国选手赵建华 获得比赛的冠军 2001年 是中国选手夏宣泽 获得的冠军 97年 99年 都是中国选手 董雪获得的冠军 2002年 在广州举行的比赛中 就是 黄宗汉 获得冠军 中国选手陈宏 获得了亚军 所以黄宗汉 如果 今年再能够拿到冠军的话 他将蝉联冠军 13比14 林丹的 这个贾动作 这种接球呢 已经引起了黄宗汉的注意 所以在前面的两次 效果非常有效 后面的两个都是追封了 现在打到了14平 这是林丹的决定 赛赛三分 现在呢 这个鱼毛球的追射 是改成了一次选择成 也就是 直上过去 有两次选择 只有14平的时候选择 选择赛赛赛三分 或七次打按比赛 漂亮 接了一个难度非常高的球 结果呢 一个机会 却没有打到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不该接到的接到了 该打到的没打到 这跟运动员的要求有关 往往难度大的球呢 他的要求很低 就要接过去就行 而难度小的球 他想一下打走 所以要求过高 这样就容易出 所以运动员呢 要在长期的磨练中 要能够主 主客观能够对应上 这个球呢 是达王以后又过来了 现在尝尝几天的收纸是货 现在黄冬汉拔球 今天很巧很破巧 黄冬汉来了这样一个球 紧接着林丹也来了 这么一个球 所以当运动员出现这个不利的局面的时候 要想到 可能后面就会有有利的局面 就像人生道路上一样 不可能总是挫折 也不可能总是顺利 现在十四比十五 只有一个 加笔线 达出界了 比分交错上升 确实气氛很紧张 现在产上比分是十五比十五 现在林丹发球 几货 漂亮 头顶刹 再压头顶 回放网 再挑高球到底线 林丹现在不和对方斗往前 结果又是一个往前的 回放的一个短球 回放的一个非常贴网的球 造成林丹的被动 像马来西亚的选手 黄冬汉又拿到了发球权 他又向国际裁判张黛帝 刘黛帝是要求换球 如果裁判员不同意换的话 是不能换的 如果对方有意见不能换 那么要看裁判的一桌 现在尝尝比分是十五比十五 漂亮 机会 这个球是一股若气 作为运动员来讲呢 很重要的一种品质就是不服输 要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要一种越战越勇的精神 越到关键的时候 越敢点不住的精神 谢谢了 各位观众 现在林丹是十六比十五领先 到了局点 漂亮 黄冬汉确实攻击身后 大家看到在落后的情况下 他抓住了一个战区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呢是生怕林丹 有机会来进攻 所以他就积极的抢 抢在前面 现在场上比分是十五比十六 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冬汉 得到发球权 十五比十六 要高球 有一块黄冬汉的这个杀球啊 威胁很大 那么林丹的就下意识的 下意识的就自然的会要求回球的精确度要高 所以这样就零一票成失 所以一个进攻型非常强的选手 杀伤力很大 就能给对方带来威慑力 现在十六平 还有最后一分 这是非常残酷的 杀 这时候要耐得住 林丹变得比较老练 这时候没有出现那种 营造的情绪还是非常残得住的 运动员要想达到超一流的水平 首先是要能够把心态练好 要能够把精神移术练到 这时候还不能急 漂亮 这球是推到了黄冬汉的正手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 通过他的点头也可以看到他这个林丹是非常肯定的 确实我们的队员经过了刻苦的训练 在这种国际大赛中能够表现得沉着自若 能够接过羽毛球老队员的班 我们知道像孙俊 董炯相继退以后 就到了夏宣泽 陈鸿 吉星鹏 这些运动员包括像林丹 所以中国羽毛球队一代一代的运动员都顶上来 这样使得羽毛球运动的水平 一直能够保持在世界的前面 后向高级是高一点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 在1981年日本大阪中国女排是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冠军 日本是中国女排梦起的地方 那么昨天同样是在日本中国队又一次获得了冠军 今天下午的5点10分 中国女排回到了北京 各位观众 现在是北京时间11月16号下午的17点 再过10分钟 在世界杯赛场上取得11连胜加剧的中国女排 就将在主教练陈仲和的率领下 从这里回到北京 我们看到提前一个小时 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领导 各媒体的新闻记者以及各地的群众 就自发的来到了这里 他们在等待着女排英雄们的凯旋 中国女排原定17点40分 从大阪回到北京 由于飞机提前半个小时到达 这一下子使许多记者感到措手不及 17点10分 乘坐国际航空公司班机的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准时抵达了北京首都机场 在团长徐丽和主教练陈仲和的率领之下 大家看到了这个技巧非常强 双方在斗志斗勇 有的时候靠永胜 有的时候靠桥打 往往这个桥打 就显得 显得更可贵 在场上比较一敌 这个球慢了一点 尤其往前铺球稍微晚0.0几秒 这个球的落点就下来了 必须要抓住时机 动作要小 发力要集中 现在场上比较一敌 防止喊发球 现在一笔 平单2比1领先 把这个位置批掉 我们看到这个反守卫跳起来以后的这个批掉斜线 效果非常好 对林丹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林丹要特别注意他这个球 1比2 这就是一个假动作 大家看这个球 好像是要把斜线突然一推 跑到直线上去了 今天的这个黄中汉的这个假动作 对这个林丹的影响很大 林丹的开始的这一个反守卫的接发球 对林丹呢 也是对这个黄中汉也带来了几次威胁 但是后头呢 他就注意到这球 反而有两球 没有奏效 那中国的这个 这个 中民主员 陈红 和鲍春来都是输给了单半选手皮特盖 而皮特盖德呢 是输给了马来西亚的选手黄中汉 现在尝尝比较三边 漂亮 好 按摩 还是一个假动作 本来要中沙向着要掉 本来要掉看着像中沙 本来要打直线看着像斜线 总给对方造成一种错觉 现在尝尝比方四点 现在尝尝比分是2比4 漂亮 漂亮 可以看到黄泽瀚这一个勾对角 产生了结果 勾得很到位 这样对方出的球不可能质量高 然后他马上上网出击 所以在相持中必须要出现一个比较精准的技术 这样打开一个高质量的球就能够坎成那种优势 所以观众 这次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呢 是男子是单打六十四的位置 那同时呢 还有 数的 逾选赛 上来的这个名单的位置 结果呢 中国选手陈红的是第一号总的选手 他干上了丹麦的 他输给了丹麦的皮特盖 刚才这个球犹豫了 黄冬汉的是战胜了 中国选手陈玉 又战胜了丹麦选手皮特盖而进决赛 拉笔线 刹指线 现在马来西亚选手黄冬汉是6比2领先 在第一局呢是打到了14坪以后 林丹取得胜利 现在产了几分6比2 黄冬汉发球 上去去 这儿 林丹取得胜利 发球权 中央电视台 现在我们在广州是天河体中心体管向大家现场直播2003年中国女王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 来 黄冬汉反了下选手黄冬汉发球 来 黄冬汉反了下选手黄冬汉发球 双方第二局打到了2比6 刚才这个球是出界了 7比2 2比7 3比5 1比3 1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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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黄冬汉反了下选手択 拭裂了 挑高扯到底线 平高扯拉底线 头顶上 再挑到头顶 批掉 连续批掉 我们看到 运动员的往往被动 都是由于没有到位之后 球打到半场 或者到进往 这样被对方打死 或者是自己失误 所以运练的能力 就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还仍然能够把球打得很准 扎 今天这动作非常优美 从起跳 到击球 整个身体成一个反弱的 像弓箭一样 把弓箭拉开了射出去 现在4比7 林南的发球 很吉时 再来 跳远 要是发球抢弓 按照裁判规则 只要主裁判报完分 这样就可以发球了 所以林丹等一报完分以后 他发球的时候比较突然 所以对方感觉有点措手不及 来6比2 6比7 7比7 现在林丹呢 刚才落后的几分 很快就追回来了 林丹在这一段 打出一个小高潮 现在7平 下斜剑 漂亮 这手打得非常巧 大家看 有些运动员看到这机会就使劲 一洗劲可能就出现了 所以说明林丹还是很冷静 所以今天天河体股馆做的观众非常满 所以这个观众们也很兴奋 他们也采取了像经常看到足球比赛赛场上的人浪的那个形式 绕着圈的开始一部分一部分的站起来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7 林丹现在领先一分 林丹发球 林丹在进入前八名以后呢 首先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夏宣泽 二比零 战胜了夏宣泽 接着呢又战胜了中国选手朱伟龙而进入到决赛 林丹现在正好位接完球以后 可能是反手的漏洞比较大 所以他着急往反手跑 几次呢都让这个 黄冬汉抓住的是这个反向的这一盘 所以这看来今后在新年中还要加强 现在8比8 漂亮 把这球对在突然 这样林丹要夺负了发球权 现在场上比分是8平 林丹发球 鲁鱼在第一局比赛中打到14平 然后林丹取得了胜利 所以对林丹整体来讲还是很有利的 在场上比分是8平 漂亮 林丹丹的表情 听说他的这个战术可以看出来 他是很清楚的 很冷静 8比8 下抽点 那场上比分是9比8 那林丹领先一分 林丹就以10比8 暂时领先 双电视台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获得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冠军 这是国际羽毛球联合会六星级大奖赛2003年的最后一战 出战了 像这样的超一楼高手要想出战 我必须打到很难受的位置 在昨天的记者发布会上 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 当有人分析到这场比赛的时候 李永波说林丹和黄冬汉两个人可以说都有胜的机会 实力也很接近 关键要看临场发挥 谁取的胜利都是自然的 都是正常的 看现在关键上不断地敲击一个棒子 声音非常大 所以所以运动员有很好的适应性 现在8米11 哎呀 现在场合比赛是9比11 黄冬汉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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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验上大家可以看到变化非常多 出口非常标准 再尝尝比分是10比11 变内 现在尝尝比分11比10 漂亮 好球 这球也是因为黄冬汉的回球质量不高 所以林丹看起来好像要推出去 但是突然一个简厉 他观察的可能是观察到黄冬汉已经退到后边了 所以他突然一个简厉 因此抢了一个比较高的击球点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现在12比10 出球都非常刁钻 每一个球几乎都给对方很难受 出球 漂亮 机会 好球 他家雅典的奥运会 对运动员的每一场表现来看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到雅典奥运会的时候 一个队只能有三名选手 男主战马只能有三名选手 所以要看看我们的对手 世界上这些强的对手 谁最有把握 那么很可能就能派谁参加奥运会 因此运动员的每一场比赛 对他们参加奥运会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那林丹以13比10领先 找到后场 见内 通过这两个球来看 马来西亚的黄洞汉 可能 可能呢 他体力上或者什么有些问题 因为他这时候有侥幸心 通过这个细节啊 可以分析 也可能是看着什么失误 但是往往呢 当体力不行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现在14比10 现在已经到了比赛的赛点 由于在第一局比赛中 刚刚打成14平 在赛3分 然后 中国选手林丹取得了胜利 现在10比14 黄洞汉发球 在第一局的时候 就是黄洞汉领先 林丹把分追上来 现在场场比分是11比14 11比14 漂亮 这个时候打了一个斜线 又到了比赛的赛点 14比11 机会 这时候不能着急 要停得住 这个击球不过往 现在对林丹非常有利 第一局赢了第二局 14比11领线 那黄洞汉发球 这样换发球 刚才可能是 黄洞汉 发球尾利 现在场能比这人11比14 再连带发球 漂亮 斜的好 稳拉一板 放到正手 跳起下斜线 再放往前球 头顶批掉 停抽 放往 现在场场比分是11比14 马来西亚的选手 黄洞汉 是落后3分 中央电视台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男主三打的决赛 只有马来西亚的选手黄洞汉和中国选手林丹 中国选手林丹 是在进入前八名之后战胜了本队的队友夏天泽又战胜了苏伟林而进入决赛 黄宗汉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陈玉 然后接着又战胜了丹麦选手皮特盖德 而进入决赛 现在宋河双打的冠军 已经被中国选手高林河将军获得 女子单打的冠军 被中国选手周密获得 这是第三块金牌 刚才临丹又是一个接发球的假动作 这个球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奏效 中间被马来西亚的黄宗汉破了 但是现在又发挥了威力 现在临丹发球 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汉 他也打得非常篮强 运动员就是这样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 应该说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汉 在这次比赛中 他把皮特盖德给打掉了 而皮特盖德又戴上了 中国选手陈玉和豹春莱 现在11比10分 发球抢过 12比14 漂亮 那临丹的成果 大家看 随时组在往后 随时组在往前 表现了良好的激动力 现在场上比赛是14比12 临丹第三次赛点 调高球到底线 大直线接杀 再调高球 回到正方 头顶杀 大直线打正角 这样航空战在踢掉的时候 球没有过往 林丹终于以15比12 取得了第二次赛的胜利 由于第一局他已经取胜 这样就以2比0 赶上了马来西亚的选手 洪文汉 获得了2003年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南普丹打的冠军 这样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南普丹打的冠军的 这个栏目中 就加上了中国选手林丹的名字 我们知道1997年 和1995年 冠军都是总统 到2001年 是中国选手夏宣泽 2002年 是马来西亚选手 王宗汉 那么2003年 就成了中国选手林丹 今天是他第一次在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上 拿到冠军 在今天的比赛中 我们看到林丹的整个表现 非常沉着 打得很坚定 很果断 表现得很充分 黄宗汉在今天比赛里 表现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假动作 他在落后的时候 不放弃的态度 他关键的时候 这种经验和应变 这种忽快忽慢的这种变速 都值得中国运动员学习 这样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三项冠军都已经产生 就是混合双打的冠军 由中国选手高龄和张军获得 他们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陈奇球 和赵婷婷而获得冠军 女子单打的中国选手周密 战胜了队友 公瑞娜 而获得了冠军 现在呢是 刚刚结束的男子单打比赛 也是这五场比赛中 唯一的中国运动员和外国运动员 进行了一场比赛 中国选手林丹 不复众望 获得了冠军 我们祝贺他 现在我们看到林丹 和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汉 又要出现在领奖台上 作为这个运动员来讲 确实啊 平时的训练非常的辛苦 但是并不是辛苦 就可以得到好的果实 必须要开动脑筋 同时呢 要有坚勁的意志 要有远大的抱负 要从一步一步的做起 走到前面的 这是马来西亚的选手黄宗汉 第一比赛呢 就是这样无情和残酷 在刚才还难分所走 现在呢 冠军已经产生 所以运动员要有这种 良好的这种心态和度量 马来西亚的黄宗汉 获得了亚书 在这次比赛中 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是 战胜了中国选手陈玉 战胜了丹麦的选手皮特盖 这次国际与联副主席 也特别赶到了 这个中国的广州 来观看整个比赛的情况 由于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是国际雨联的六星级的比赛 所以呢 国际雨联的副主席 古拉玛先生 特别呢 来到这里代表国际雨联 来监督整个的比赛 大家看到 这就是中国的小伙子 来自福建的林丹 林丹获得了 本次比赛的冠军 现在大家将看到的是 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 也是国家体育总局 乒乓球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大家看到 李世荣 他给到了林丹的奖金 和奖杯 他将获得2万美元的奖金 整个的比赛是25万美元奖金 将在五个项目分出 同时呢 这个冠军亚军前四名 前八名和男子单打的前16名 都有奖金兴配 我们再次祝愿 中国羽毛球队 能够在2004年 能够取得好球队 我们也希望呢 这个世界各国的优秀拳手 不断追踪世界羽毛球的发展 为羽毛球爱好者带来更多 更好的比赛和享受 今天 广州天鹤体育中心的体育馆 几乎是坐满了观众 他们都来观看 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国际羽毛球联合会六星级大奖赛 2003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那么按照我们的日程呢 接下来呢将 是 女子双打 女子双打的决赛 三号场地将进行 女子双打的决赛 比赛到四三一 由中国的将为张杰文 女子双打的决赛 也是在中国拳手之间进行 有 这个